今天我们来讲一讲自媒体人如何利用武器来变现的 自媒体人都卖了什么 今天我们就谈钱不上感情 你看一看很多很多自媒体人 包含黄克也是一个自媒体人 你们做自媒体做短视频和抖音都想赚钱 也称之为什么 你是一个自明星自媒体人 只要你有粉丝就行 那么当你的粉丝达到一定量的时候 你就想了我要靠什么武器来赚钱 今天我给大家理一下 大概就是这样的 第一靠你的教材有没有 这红克也有教材 是的靠你的教材 那说教材怎么出现的 是不是可以把你所有的文章 把你所有思考的那些悟空问答 把你所有所有拍过的短视频 那些经典的经典打造出来 你看我拍了900多条的原创短视频 你们都不做 你知道吧 都懒 你们每天就看我的短视频 看我短视频 你们得到啥了 得到思想了 思想能变钱吗 你如果看我的短视频变不了钱 你真的白看 你们想不想过 900多条短视频 不管他说啥 不管红克说啥 能不能够想到 把900多条的短视频 这个标题 你给他记下来 900多条短视频的标题 那就是每一个爆款的主题 有900个主题 你把它列出来 你说大家想不想要 这900个主题背后的内容 900个主题就是钱 他就能卖钱 是不是 甚至如果你要是更高级的 更聪明的 你就把我900个标题 或者说悟空文达 那3000个标题 你列下来 你列下来之后的话 你每个标题下写200个字 300个字 你想想这得多少个文字 是吧 这不就变成自己的教材了吗 这是最简单的 所以教材真的是 不是你们想象当当中那么难的 是吧 那也就是说 我900多个原创短视频 每个原创短视频都四分钟到五分钟 那得多大的字 那要拍成一个什么 一个教材 那不得这么厚 是不是 那我现在出一个这么厚的教材 是不是精华的精华 这是第一 第二个是什么 是短视频 括弧光盘 有人现在光盘好卖吗 看哪个人群 是不是 你不卖的光盘 你可以卖的视频 你可以存到优盘上 是不是也是个产品 或者你的打包到什么 到百度的云盘上 这都是产品 今天你看了 但是有很多人没看 这个平台上有3.5亿的月活跃人群 才有多少人看 不到20万人能看 你想过没有 除了涨这个平台之外 还有很多的平台 是吧 所以我们如何来利用自己的视频 如何利用自己视频当中的文件 还有把他形成光盘 这个也是我们自媒体人变现的一种方式 第三个方式 有人就说了 培训 没错 现在有很多的自媒体人 他要你加好友 然后跟你说 不是多少钱 现实多少钱 再后收你多少钱 让你进入群 然后培训一周 培训你一年 群费是多少 有这样干的 有吧 但是为什么红鹤不让干 我认为这些都太低级了 你知道吧 你说你进入一个群里 你收人也费用了 拿人钱财 与人消财 那这个群里当中有200个人 你分成了几个群 这200个人当中 三天五天之后 只要有一个人 你不满意 10个人不满意 最后又变成200个人 没有几个人满意 对吧 那我们图一什么呢 对吧 我们为了啥 这就是每个人的眼光格局不同的 那么再有一个变现的方式 就是卖产品了 卖产品当中 事实上什么 就是卖你的服务载体 比如说给你提供某一种服务 给你卖一个土特产品 还可以卖怜悯 还可以卖情感 这些都可以是你变现的一个方式 最高级的是什么 也是我主推的 那就是卖人 我坐在这 我就卖我自己 我就卖我红客 我就卖我这个名 我就要博之以信 博之以心 博之以跟随 成交 未必是在我们的网友当中成交 打个比方 说我有50万的粉丝 那么的话 这50万个粉丝当中的话 我没有对我的网友割韭菜 没有对我的网友下手 但是比网友 比创业者 比我更高一级的 有没有很多的资本平台 有没有很多的产业平台 有没有很多的创业浮化平台 那么他们就会跟我来沟通 你是一个专业资深的营销策划人 我不相信别人的策划公司 我相信你 为什么 是因为你既有人又有流量 还有品牌 还能够有策划 这就相当于我打造一个系统商业模式的一个服务包 我跟企业也有钱 企业有钱 我要你个10万20万的怎么了 你不愿意给我10万20万的 你把产品给我吗 你把产品给我 我分分我的粉丝吗 我把产品分给我的粉丝 我还能增粉吗 那叫什么抽奖 对吧 我的粉丝拿到了你的产品 喜欢了 是不是可以买 你的叫品牌宣传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眼光从我们的网友身上 移植到企业家身上 如果你做自媒体没有这样的能力 没有这样的格局 没有这样的眼光 你真的不是一个高级的自媒体人 你想想你比如说你卖红酒 好了 那么你找我合作吗 我首先第一件事给你提供小程序服务 给你提供策划服务 品牌服务 同时我还有很多粉丝 对吧 我给你讲这个案例也是一种穿播了吧 你这个酒是不是可以把低价的产品 分享给我的这些粉丝 我这粉丝也会感谢我 你买就买不买就算了吗 因为我没有强买强卖 对吧 我还教你一种新的什么商业的一种趋势 或者是新的一个项目 这些都是自由的 但是我最应该赚的钱是谁 企业家的钱 你们要有本事赚企业家的钱 所以我所有所有的粉丝 50万的粉丝 将来100万的粉丝 一定是我们这些人 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拳头 赚企业家的钱 这就是我的未来之道 我是红贺 每天给大家分析和分享 有关于创业营销相关的问题 针对于自媒体赚钱的这6个武器 你们选择哪个 哪个都不错 但是的话 我尽量的让大家有点能力的 有点格局的 咱们一起整合资源 整合这种线下游的社交化电商的入口资源 我们掌握的是入口 社交化商业商业是什么 是死的 我们把这个社交化入口掌握到了 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什么 跟企业产业新零售供应链合作 我不知道我这种解析大家懂还是不懂 我是红贺 每天给大家分析和分享有关于创业营销相关的问题 针对于自媒体如何变现 大家怎么思考的呢 谢谢